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共白首 第49-50章 2月初二龙抬头,那才问名过文定 路易彻夜难成眠,众叛上官临盆中 等了整整一日 路易终于等到了结果 他头一天晚上失眠了 翻过来覆过去,不能入睡 不信神佛的他居然双手合十 求神佛保佑 生怕上苍一个不乐意 他快要娶到手的妻子又跑没了影 第二日一大早 路易便将聘书交于袁大娘 表明这桩婚事,他乐意至极 本想趁此机会与袁金夏说几句话 没想到他早早便去上职了 此刻正在六扇门苦哈哈的腾抄卷宗 许昌左等右等都等不到黄光生的来信 也不知道他究竟什么意思 可是又怕袁金夏到时候与路易成了亲 借着陆毅的势力为难他 心中难免有些焦急 正好今日袁金夏在腾抄卷宗 他便忍不住挖苦了对方几句 谁知袁金夏依旧和平日一般与他距离力争 话里话外也没有任何以权势压人的意思 这倒是让他有些奇怪 下之后 杨月急匆匆跑来六扇门告诉袁金夏上官西要生了 袁金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虽然这件事他是早也盼完也盼 可当这件事当真来临之时 他却慌了手脚 金夏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没 杨月拉了拉袁金夏的胳膊他才缓过神来 二人边走边说 姨呢 吻婆呢 袁金夏有些着急 请了请了 都请了 爹也在 书和姨都在 你娘也在 我只是来和你说一说 哦 对了 你家大人也在 杨月脚步飞快 袁金夏也知道他如今就要当爹了 意识欣喜 也不怪他控制不住 其他人都在 我也能理解 我家大人在是怎么回事 他今日都不当职的吗 袁金夏觉得一个女人生孩子 他娘嫁过人是辅导人家有些经验去没问题 没个还能帮上什么忙 一盒书都是大夫应该也能从旁提点些什么 师父再也没有问题 毕竟他是孩子的爷爷 更何况他老早就盼着能有一个孙儿 可路易在是什么情况 他又帮不上什么忙 你们俩不是过文定了吗 昨日你娘不是把你的生辰八字给他了呗 今日人家就是来说不日提亲 没想到这是恰好就赶上了 我们大家也不能把它扔在一处 就和他一起来了 袁金夏他们走得极快 到了屋外还能听到屋内的惨叫声 以及吻婆的声音 阳城万急的团团转 盖书脸色也不好看 路易背对着 大家根本就看不出他究竟什么表情 夏儿 杨城万见到袁金夏 瞪了杨月一眼 似乎是在责怪他 不应该将袁金夏拉过来 师父 您别怪大杨 我之前就和他说过了 如果上官姐姐临盆 一定要速速叫我 不论我在做什么 这是大杨的第一个孩子 也是我第一个侄子 虽然我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在外面陪着我也能安心些 路易听到袁金夏的声音 紧张瞬间有所缓和 在他来之前 他已经在外面站了许久 看到屋内的惨叫 他便想到日后他也会走这么一遭 心里直打鼓 他在想 不若他们就不要孩子了吧 若是他实在喜欢孩子 就从宗族过继一个 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大人 袁金夏三两步走过去 可向来机敏的路易居然没发现他 他拍了拍他的肩膀 险些被他摔在地上 金夏 怎么是你 他紧紧拽着袁金夏的胳膊 生怕真将他摔了过去 可是他捏得越紧 袁金夏就越痛 还不如摔他呢 你又疼你了是不是 路易担心的神情不似作假 可袁金夏哪有心思关心 自己疼不疼 屋内的惨叫声小了一些 袁金夏还能听到吻婆说 不要大喊大叫 要留存着体力 袁大娘端着血水出来 没过多久 又换了一盆干净的水进去 周而复始 换了三四烫水 屋外几个人看着那些 纷纷皱起眉头 杨月忍不住拉着袁大娘问 连大娘什么也不说 只让他们在外面等着 看到袁金夏后 只是说了他两句 说他这个还未成婚的姑娘 不应该到这个场合来 袁金夏只觉得揪心 一想到日后他也会受 这般大的苦楚 心中对婚姻的恐惧 又上了一个层次 上官西此时经历的痛苦 无法言喻 无法宣泄 只觉得全身上下从头皮到脚尖 每一根骨头 每一寸皮肤 乃至每一滴血液 都像被人用巨大的石轮 缓慢地碾压着 耳边听见旁人让他用力 可他没有力气了 大汗淋漓 他喘不过气来 双手紧紧拉着枕头 跟着林姨的声音 不断地呼吸 不断地用尽 师父 多久了 袁金夏有些担心 他不是第一回见旁人生产 可屋里的那个人不一样 那是他的亲人 半个时辰了 杨成万一就在外躲步 搓着双手 不知如何是好 要不我进去看看吧 盖说有些急躁 路易急忙拉住他 给了他几个眼神 还是我进去吧 你们几个都是大男人不方便 我进去看看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也能大把手 袁金夏说着就要进去 杨月却拦住了他 你娘说了 既然你要来 那就乖乖在院子外面等着 而且他说 你这样毛手毛脚的 不但帮不了希儿 还会添乱 如果你不听话 他便不让希儿日后的孩子 换你姑姑 杨月一口气说完这些 袁金夏只能作罢 谁让他娘知道他的痛处 此话一出 他只能在外面干着急 大人 我看上官姐姐 估计一时半刻生不下来 不如您先回去 我这边有了消息 一定马上去告诉您 袁金夏紧张着紧张着 突然就想起路易了 他想着 路易还有公务在身 估计不方便 无妨 毕竟是杨前辈的孙儿 我也沾沾喜气 路易说这些使眼睛 都没有离开袁金夏 可袁金夏此时正着急呢 哪里还有什么 心思去揣测路易的神情 师父 您别担心 我听说妇人生孩子 因人而异 有些人一两个时辰 便生下来了 有些人折腾一天一夜 都不一定能生下来 黄光生与许昌的关系 倒也不算十分亲厚 许昌不过是 他妻子八竿子 打不着的亲戚 他妻儿也是受人之托 才让自家丈夫 为他谋了个 可以虎口的差事 黄光生为他 找到这份差事时 就已经告诫过他 不要惹是生非 也莫要让旁人知道 他们之间的关系 总之一句话 无事莫登三宝殿 有事二人不相识 谁知道 此人竟如此 没皮没脸 整日嚷嚷着他有后台 虽说这丝 并未指名道姓 可这京城附家子弟 多如牛毛 朝堂权臣人数也不少 他这样苟障人士 有心之人早已查出来 等着参塌了 前些日子 黄光生才为他 摆平了一桩事 今日又收到这样的搜主意 他看到信后 气得火冒三丈 恨不得即刻找人 断了他的前程 如今竟然敢把主意 打到陆毅身上 那陆毅能是普通人吗 那是锦衣卫 黄泉特许有先斩后奏之权 无事被他拉进赵羽 都要脱三层皮 更别说许昌那八杆子 打不着的亲戚 借着他的名声 做了这么多事 若是陆毅手下不留情 他黄光生早被打死了 前些日子 就是为了给他一个警告 才三更半夜 将他儿子扔入湖中 好不容易消停了些时日 今日可倒好 还敢给他送信 黄光生烧了信件 派人去打探陆毅的口风 都说锦衣为牵势陆毅 心肠比其父陆亭 陆饼更为狠毒 手段也比其父更为果决 对上他 无异于自找死路 原本他仗势欺人 就令街坊邻居多有不满 又因为妻儿哭求 他已经为那个畜生 遮掩了不少事 没想到这些事情 不但没有让他收敛 反倒还感动陛下眼前的红忍 更何况 三法司也并不是他说了算 这刑部 大理寺 督察院 合称三法司 刑部替代大理寺 掌管主要的审判业务 大理寺主要管理对冤案 错案的搏证 平反 督察院不仅可以对审判机关 进行监督 还拥有大事奏裁 小事立断之权 三法司之间 具有微妙的平衡 职权分离 相互牵制 岂能是他一个小小的刑部上书 说什么是什么 在路易那里没有打探到消息 黄光生有些着急 就怕他突然拿出些什么 至于原今夏 他第二日上职时 同僚们接拿这件事打去 说他都要嫁给锦衣卫签示了 为何还要来六扇门和他们这些穷苦人家抢饭玩 还在为他担心若是嫁了人之后 只能在家相夫叫子 不能抛头露面了 原今夏一席话让他们白担心了 原今夏信誓旦旦的告诉他们 他已经与路易说好了 以后六扇门永远有他的位置 这些同僚们听闻此言既心酸又高兴 心酸的是 他们以后依旧抢不过这个小丫头 高兴的是他觅得好人家 浑身的本领有了施展之处 不会成为蒙尘的珍珠 这些年他的不义 大家都看在眼里 如今苦尽甘来 众人也觉得苍天有眼 只有许昌 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 不敢为难原今夏 只能酸溜溜地说几句 原今夏人逢喜事精神爽 面对他的酸言酸语 也不做反驳 至于路易 早些日子 他便让帐房刘伯腾抄聘礼了 如今应该抄得差不多了吧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找人下聘了 他父母双亡 长辈就只剩下盖叔了 这些日子 他只要有空闲时间 就会拉盖叔商量这件事 还别说 盖叔正经起来 倒是让人刮目相看 2月2 龙抬头 大苍满 小苍流 天气回暖 草绿花开 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 蛇虫出洞 冰雪消融 一大早 袁金下起来 便用长杆击打着房梁 寓意着将龙唤醒 护佑一方平安 同时也盼着 能经走蛇虫 使其不能为害 紧接着 屋里 袁大娘便贪烙煎饼 燃烧熏香 尹乾龙这种好事 自然就落到了 剑前掩开的 袁金下头上 他提着水桶 挑水入缸 嘴里还念叨着 希望龙王们能保佑他 日进斗金 林林给他们剪了一六头发 辞救迎新 紧接着 他们三人烧香祭祀 敲锣骨 放鞭炮 为土地神祝贺生辰 希望能保佑他们 五谷风登 平平安安 吃龙食 起龙船 围凉顿 敲龙头 家家户户 热热闹闹 春饼 面条 馄饨 饺子 龙林 龙须 龙眼 龙耳 虽只有他们三人 可原今夏在此 怎会冷清 午后 陆毅带着盖叔 请了媒婆 前来提亲 他们没人的陪同下 携带相应的礼品 到原今夏家中 原大娘抬眼望去 几箱金银珠宝 手脚都不知该放在何处 林林好歹见过些世面 这些礼物 倒也没让她神情 有什么变化 紧接着 在媒婆的带领下 盖叔与原大娘 互换了陆毅 与原今夏的生辰八字 这问明的礼节 也算是走过了 原今夏在听说陆毅带着人来提亲时 还想凑一番热闹 被原大娘与林林合力关进了屋子 等陆毅他们走了 才将她放出来 我的天啊 陆毅还真是大手笔啊 这礼品 这礼品甚何我意 原今夏瞧着那些珠宝首饰 眼里闪着金光 最后一道礼物 用红筹布盖着 原今夏打开之后 被惊着了 大雁 这时节 哪里来的大雁 他原本以为 若是寻不着活物 陆毅肯定会打造两对金银制作的红雁 没想到居然是两只活的 婚姻以燕为礼 男女内外何顺 婚后忠贞专一 双方忠贞不渝 娘 姨 咱们的回礼是什么呀 何大人的这些东西比起来 会不会太过寒酸 原今夏总算想起正事了 玲玲还以为她不会问呢 放心吧 回礼陆毅是不会计较的 玲玲信誓旦旦 这些礼品之事 原今夏从头到位 都不曾操心过 玲玲也乐得自在 她与原大娘操办起这些来满脸幸福 陆毅得知原今夏的生辰八字后 以最快的速度回复 将其置于祖先案上 请示吉凶 来测算双方的年更八字 是否相克相冲 等待过程中 陆毅身心煎熬 盖书也好不到哪里去 二人如坐针毡